我是挺没用的 我就觉得 我能一辈子当大少爷 一辈子都能那么有钱 可是 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笨 我就是觉得自己不想用功而已 我真的是春到家了 才会被人骗得断断转 好了 小宝 以他那样的心机 我都未必能与他抗衡 更何况是你呢 你现在想好好养病 想什么都不要想 我向你保证 你以后不会再看到他 我会让他从这个世界上 永远消失 他那样的心机 你怎么可能多得过 你千万别把自己赔进去了 这些你不用管 你就好好养病 慎王爷不是说 他还会再回来吗 到时候 我定让他有来无回 好了 你先休息一下 我出去一趟 我想去看看爹娘 你就安心养病 他们有人照顾 听话 你先休息一下 省省力气吗 千年寒铁打造 你破不开的 你自小便固执 这样 你不愿成亲也可以 再替我做最后一件事 秦家还有几个山头的财产 被藏了起来 知道位置的人只有金报 你帮我找到财产 我便放你自由 可怜 莫书 你说的话从不可信 即便是真的 我也不可能再去伤害小宝 你知道 金家的人现在在哪儿吗 安南 我三叔李亲王的封地 苏银帮他躲过了朝廷的追捕 她现在是活在苏印的羽翼之下 不过 我若是想取她的性命 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你敢 就算苏家那小子能护她一时 那她还能护她一世吗 就算你能从这儿逃出去又能如何 你能保她十年如一日 躲过统教的追杀吗 儿啊 时时务者为俊杰 爹已经给了你最好的选择了 还是说 你宁愿在这永无天日的死牢 待一辈子 再也见不到金小宝了吗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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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